出生花蓮毕业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茶话系的白杰 去年就学期间因为疫情回到花蓮 而在停留期间重新思考如何用自己的方式来认识家乡 即日起在中校街的咖啡花店铺 举办个人的小型版画原画展 期盼透过作品让民众在小小的空间体验家乡的样貌 即日起展出到3月31号 欢迎民众前往免费参观 出生花蓮曾就读花蓮海星高中 毕业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插画系的白杰表示 那回到加山花蓮举办个展是个契机 我就是坐在角落然后画我的图 然后刚好看到一个看起来像熟客的人 就走进来然后自己消毒自己扫实名字 然后自己拿出电脑用他的东西这样 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话也没有跟老板娘讲话 然后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吧 然后就突然听到店家就跟那个人说你可以回家了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怎么会叫客人回家这样 我觉得蛮奇妙的事我就偷偷观察一下 结果后来那个人就真的把东西收一收 就回到那个窗边吧台的位置 那后来才知道就是对那个客人来说 就是熟悉的老位置代表他的家 所以我发现每个人对于家的定义都不同 那也许这间咖啡厅对某个人代表就是他的家这样 所以我才下定决定跟我想要做的主题很有连结 所以决定就是透过这三面不同的窗户 去诠释我所看到的画链样貌 过去从事设计与品牌工作 目前专注于插画与版画的创作 喜欢透过旅行来观察环境 利用黑白线条呈现日常生活的样貌 并藉由创作来探讨文化社会等议题 前后大概将近一个月 然后每个礼拜花三到四天 就待在这间店就自己选一个位置 然后一天大概有时候会待到六个小时 我就是画一张图 然后画图的过程中 我也去偷偷的观察 来到这里的客人 或者是店家跟邻居的互动 从一开始旅行到最后执行 前后大概花了半年 然后 然后做的媒材是用版画 那版画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 就因为我是念插画系 然后插画系有一门课是 叫视觉叙述 那他其实就是用怎么透过视觉的方式 去传递你的讯息 那 透过的方式就是版画 那版画我也是用透过胶板去雕刻而成 所以这一个 每一个画面都是我亲自刻了一个板 然后去印字而成 围绕着绿色植栽 为着中小街和上海街角的木造矮房 咖啡花及一起展出家乡的样貌 白结版画园画展 店长蔡小姐表示 去年看到他常来店里画画 询问后得知有意想在花莲办展 因此促成这次各展 而店门口的那张海报 更让许多游客想珍藏 因为他一开始是我们的客人 然后就看他每次坐在窗台那边 然后就在那边画 一画就一下午 然后就是有一阵子他可能画久 有一点开始聊天之后才知道原来他是要去英国 就是毕业展这样 然后那时候他就是疫情的中间有来回来过一次 然后那时候就有聊掉说他会在台中办展 就是有希望可以再回来家乡就是办一个展这样子 白结表示这次展出作品是去年研究所创作的六幅系列版画 透过咖啡花三面窗户呈现不同的画面 不管是上弄转角处的木造老屋 店家与客人邻居的互动问候 店内的摆设 熟悉的老位置 窗内外的风景 都是一个家乡的缩影 即日起展出至3月31日 欢迎前往咖啡花 坐下来点一杯咖啡 配上甜点 在两只店猫的围绕下 体验家乡的样貌 记者长帮演华联士报导